腾讯体育8月16日训,黄马兵败,欧洲超级杯,新帅洛佩特级指出,主要败但事物太多,同时他强调输了球也不代表黄马会加速演员, 解释为何新元并未出展,并未表现平平的贝尔辩护,洛帅指出黄马败是因为自身事物太多,马进更配得上胜利,足球就是关乎成功与犯错的运动,我们太心急想进球,有些冒进,可并未成功,对手第四个进球杀死了比赛,我们有太多冒险性选择,本来完全可避免,因从事物中吸取教训加益提高, 今晚球员们身体状况不理想,尤其是在球权争夺中,良好的细节处理,能让你占据优势,而我们那些失误都被马进抓住了, 莫帅否认黄马败北后会有紧急议员,转会,我不认为有许多签约的机会,俱乐部转会政策,不会因一场比赛而作出改变, 黄马高管富特拉格诺也说,更多转会签约,比赛前我就说了,我们对阵容很满意,一场比赛不会改变什么,新元并未出战, 洛书解释,库尔托尔即将成为主力,现在不是合适的时机讨论这些问题,维尼修斯今天没出场,是因为他的队友代替他上场了, 我们必须抬起头,从连赛开局就好好打,最重要的赛事即将开始,我们连赛首战就是周日主场出战, 贝尔维表现出C罗接班人水准,洛佩特级拒绝批评大奖,贝尔表现很棒,我们对他的表现感到满意,当然也希望他可继续提高,贝尔下班时表现滑坡很正常, 在这个阶段没人状态可达到100%,洛书不承认黄马满足于过去的成功,入主一家近年以的态度冠军的球会是个障碍, 我不这么认为,因着远未来,而不总看着过去,此意证明我们各个方面都有要提高的环节,而不只是某个人的失误,第三个丢球伤害很大,尤其斗志方面,总体而言一旦你输了球, 一切都是负面消极的,我们当然不高兴,最后关头才败费,谁都会感觉失落,球员们也如此,很正常, 不过我们还是去摆脱举分情绪,好好准备首场联赛,打出个我们想要的赛季, 普特拉格莫强调摩迪会流队,不是我们预期的赛果,我们有更多控球与主动进攻,很接近获胜, 卡赛尼罗受伤可能伤害了球队,加是赛马竞技的更有效率,他们利用了局部时段的优势并获胜, 我们努力争胜,现在因保持平静,这支球队赢得太多场决赛,某些阶段也打出很漂亮的足球, 我们要做的是打好首场联赛,莫德里奇,没新动向,继续呆在黄马,他没法更高兴了, 哭出,The End也则声明,本文来自腾讯新闻客户端子媒体,不代表腾讯网的观点和立场, 但是,我们看起来,不过来的限制行为量决定的它们, 折沙得太多, even和黄马,接等一样, 是不增座的币,然后我们路线长的确认, 有些人说明媒体上的确认,